我最后一点时间我问一下张将军 就是加拿大要追随盟友 这个向美中国电动车 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10月1号就生效 但是没想到第一个苦主 赫然发现竟然是特斯拉 股价硬升下跌 超过了百分之三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特斯拉 它的整个厂 要从中国大陆以车来到美国生产 但是美国生产美国成本高啊 美国的工资成本 还有它的其他的这种机会成本 都会比在中国大陆生产大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利润就降低了 那降低的话 那现在中国大陆 现在就跟美国的 它的液铃到中国大陆那讲过 中国大陆是因为产能过剩 那加拿大也就 以这个中国大陆产能过剩 提高对中国大陆的产品的关税 尤其是电动车 也包括了其他的这种电池 还有太阳能的产品 也包括了这个 我们讲到的那个晶片 就半导体了 就半导体 那这样的话 也是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壁垒 你那么高的这种 这种关税 是不是有点贸易暴富了 是不是这种都是类似 惩罚性的关税 那是对中国 那这样的话 对中国大陆产品的限制 那这样子 我从另外一个经济的角度来看 也会不会把加拿大它自己的竞争力弱化 因为大家都是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员国 大家可以在那边打这个贸易官司 你这个小院高墙把这个关税定得那么高 可以接受吗 百分之百 那百分之百是一个 那个令人难以接受的 哪有就是说 就等于把门关了 对 这就是让你的产品没法卖过去 那这样子 那加拿大要向中国大陆进口的这些产品 那中国大陆是不是也可以 你类似 把这个关税做提高 让这个加拿大的产品 要运往到中国大陆 那这样也相对受限 我想可能也是政治的这种延伸 还有一个就是日本 日本很喜欢拆鸭的东西 什么买这个比亚迪 拆这个拆那个 最近把华为Pura 70 Pro拆了一下 得到一个结论 叫做中国晶片的实力 追到只落后台积电三年 日本拆完之后的结论 那另外华为当然不是只做晶片 它的通讯的部分 最近也拿下了大单 等于是这个马来西亚的 三大主流营运商 是通讯网络的部分 全面合作 亮哥讲一下 这个华为的一个实力跟扩张 这个华为已经变成 很多轨道都在进行 说实在 这个我就说很难定位 这家公司是什么公司 它大概变成这个 中国大陆的科技综合公司这样 第一个就是它做出 GPU实体的晶片 那升腾就Ascent 那910C 那人家说它已经逼近了H100 那H100当然 如果NVIDIA这个时候再不赶快 让美国政府通关 那它可能就会失去中国市场 那美国当然也有可能来 针对它这个910C来做制裁 因为它还是要用到一些高阶的记忆体 可是高阶的记忆体目前并不是美国制裁的项目 所以美国是不是要针对华为 又要另搞一些项目出来 这个现在不清楚了 那第二个就是 华为事实上那个华为云的总裁 他最近在一个演讲 他公开讲 他说不要因为买不到高阶的晶片 就认为人工智能没路可走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事实上人工智能 也可以透过软体的改善 来逼近它的运转的效能 就是演算 演算有一个方法是从晶片直接升级 那另外一个就是软体本身 那这个坦白讲 这个大概只有中国做得到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的这种人才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他就可以有一些很小的公司 专注于 比如说一个大语言模型 本来就是需要这个GPU来软 那他现在就把它分散成 很小的个别专案 然后每一个都让他耗时耗能都减 就是那个时间 软的时间变短 然后耗的能量也变短 那就有用很多小的城市 这样把它组合起来 那听说也成功了 那这个事实上就是李开复 那个公司叫01智能 那反正就是他们 就是本来我们想 大概只有硬体的解法 那结果他现在也有软体的解法 所以我看这个华尔街日报 登这个新闻 他就说没有 他是讲chips or not 不管你卖不卖 中国大陆的人工智能 还是照样在往前走 他的标题是这样 那事实上 目前我们已经看美国的AI的APP下载 前十名中国占了三个 那个坦白讲我们都不知道 什么talkie 我今天上去玩一玩我才知道 你可以把自己弄成川普这样 就完全跟川普长一样 不管 反正他有三个APP下载 是人工智能的APP 这个叫AIAPP 那前十名中国大陆是占 我印象中是第四名跟第五名 那另外一个第七这样 那这个叫做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中国大陆的AI的专利 比美国大概多五倍 就他就有太多这样的应用面 因为中国人就是很会赚钱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大语言模型 这个就是更往上一点 那这个中国现在也正在红 各公司都推出大语言模型 那再往上就是整个AI的架构 那这个美国是遥遥领先 那中国现在有阿里巴巴进来了 那另外一家可能是华为 他就是做整个架构 那美国就是亚马逊嘛 谷歌嘛 那这个确实是遥遥领先 那再高阶就是晶片 就我们如果分技术大概四个层次了 那中国大陆在下面那两个层次 我认为基本上 应用程序已经追过美国了 那大语言模型大概跟美国在PK当中 因为美国先走嘛 那美国是做那个ChatGBT开始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这方面也是在逼近 那因为这个牵涉到了 还是要有一些基础的演算能力 那大家本来就认为 大概只有晶片这条道路嘛 那现在中国大陆 大概又找到了一个软体的解法啦 大概是这样 好 所以这个全世界非常的震惊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感谢您的教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